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酒菜 我们今天看一下加密货币的市场 今天一天主要是在忙写smart contract 学习smart contract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看到那个glass note又发了一个消息 发了一个图 是在这边的 他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趋势是这样 短时间short term holders are distributing 短期的比特币持有者 他们正在不断的抛售 抛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长期的比特币持有者 他们正在不断的accumulate 来聚集比特币 然后矿工也在accumulating比特币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黑颜色的呢 这个是比特币的价格 随着价格不断的攀升 我们可以看到short term 就去年12月份入场就帮人呢 也到达了顶点 然后他们开始抛 开始爆 然后比特币的价格开始走低 而相反呢 我们可以看到miner是这根红颜色的线 红颜色的线 现在正在慢慢的accumulate 就是获得更多的比特币 正在不断的往上 不断的往上 不断的往上 而我们long term呢 之前 之前在抛售 之前在抛售 到3月8号的时候呢 就开始慢慢的慢慢的集聚 慢慢的集聚 那也就是有这么一个可能啊 就是越来越多的short term的人呢 他把比特币抛给了long term holding的人 这个其实也是蛮奇怪的 说实话 蛮奇怪的 我们可以看到long term之前的币 还是挺多的 这个可能这个图 没有很好的scale 就是啊 就互相能够scale在一起啊 比较好 但是这个趋势啊 就发现就是长时间 想要持有币的人呢 他们正在不断的聚集比特币 而短时间的人呢 他们正在慢慢的抛售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之前说的这样 这两天啊 比特币呢 还是在3600这边不断的徘徊啊 说实话 没有太大的新意 不断的徘徊 然后整个宏观经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个S&P500呢 还是非常的强劲啊 还是非常的强劲 还是在不断的尝试着all time hard 然后我们的美金呢 在90左右不断的徘徊 我们的黄金呢 开始慢慢的有一波走高的趋势啊 还在不断的往上涨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不知道这块会盘多久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啊 不知道呢 会盘多久 已经盘了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九天 十天 十一 十二 差不多在报五一九之后 五二零到现在盘了大概十一天左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币种的表现 比特币啊 三万五左右 不断的盘整 以太王啊 两千五左右 不断的盘整啊 之前好不容易冲高到两千 两千八百多 两千九啊 现在又跌回来了 在两千五左右盘整 那defi啊 山寨币啊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走势 没有任何的新意 具体后面会怎么样 让我们要拭目以待 看看各个币种的表现 各个币种 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三万六 以太王 两千五 卡达诺还是非常的强劲啊 仍然稳稳地站上了一块五啊 非常的强 卡达诺 Ada可以说是本次表现 在暴跌之后 表现非常稳定的一个币 我们的Binance Smart Chain呢 BNB呢 相反呢 就表现一般啊 最近BNB出现了太多太多问题 Binance Smart Chain上 一周之内连续四个项目被黑 包括Belt Belt也被黑了 我知道Belt很多人用的 因为Belt上面 可以给你很稳定的年化 但是没想到Belt也被黑了 具体为什么被黑 我们以后做个视频 仔细地研究一下 好 我们的Doge呢 0.3左右 波卡 波卡在20 我们的ICP最近跌得比较凶 110了 Uniswap 25刀左右 Bitcoin Cash 676 Chinlink 27 Polygon 还是比较稳健的 在1块8左右 Solana 31块5毛1 Theta 6块5毛4 EOS 6刀 AAVE今天表现不俗 重新占上了350刀 然后Cosmos跌得非常惨 只有13刀了 我们的Celsis Network 经常是在这种情况下逆势上扬 就是我们的Celsis Network 我们Celsis Network 它主要是它的生态是越做越大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够逆势上扬 包括我们今天CIO其实表现也不错 涨了7% 7天涨了24% 是不是大家发现CIO这个币有点被低估了 IOTA 1块 PancakeSwap 这周表现不错 16块2毛8 Kusama 今天也表现不错 FTT32 Terra Terra就跌得非常的惨 跌了70%以上 现在爆6块1毛9 BTT SafeMoon SafeMoon 天天都在找 每次看都在找 最近表现比较好的是DC 这个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把热钱吸引过去了 DC Avalanche表现一般 Compound今天表现不错 涨了9% Sushi表现一般 11块2毛9 Synthetics 竟然落后到Sushi了 12块2毛6 还有哪些 我们看看 Ear Finance 还是不错 还是在43%左右 你看7天涨了33% HOT CHZ Near Protocol Quantum BAT 表现一般 0.72% 虽然本周涨了28% 但仍然 与它最高点 1块5 腰斩 MANA 0.79% The Graph 今天表现还不错 0.74% Banko 4块4 UMA 13块2毛4 贯 Pha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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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0.3%左右 最近真的是大家在盘来盘去 没有太大的表现 市场非常的冷 我看我看我们群里面都没什么人说话了对吧 今天Band 涨得不错 Band 今年的表现可谓是非常非常的差 但今天表现还不错 涨到9块4毛1 Pico11块 Rarible10块 Avisolana Gusama Map Cream 其实Cream还是非常不错 竟然还有123块 在这轮暴跌中 Cream几乎没怎么跌 因为前期高点也就在130 140 几乎没怎么跌 很多都是直接腰斩 但Cream几乎没怎么跌 非常的抗跌 说明价值低估被人家发现 Sushi 11块2毛9 CooCoin 7块 Beefy 910 Wasabi 12 Banko Trivala 2块7毛9 IEN IEN 就4毛钱 Celsus Network 7块2毛4 Vault Upboards Elf 波卡 Promia 跌得非常的熊 Evergottie 1块钱 Wax Truechain Skycoin 1块5毛 还是那句话 现在整个市场 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大家都在观望 希望市场能够走出一些花来 要不然 最近没有太多的心意 我们就学点东西 好吧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整个市场的表现如何就看 现在Gas fee真的很便宜 20几位 非常非常便宜 就说明没有热点 没有热点 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